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由于设备安装延迟和各种劳动力问题,台积电前些日子不得不推迟其亚利桑那州Fib21厂的投产时间。 然而,这家代工厂的忠实客户如AMD仍然支持它。 这是由于,尽管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陷入困境,但AMD是其首批用户。 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在美国生产部分晶片,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实现供应链多样化。 据海外媒体报道,AMD近日再次强调,台积电Fib21厂2025年投入使用后,即将成为该厂的早期采用者之一。 AMD执行长苏兹峰在高盛2023年通讯与技术大会,Communicopia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上表示, 在考虑地缘形势时,地域多样性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亚利桑那工厂对他们非常重要。 他们将成为早期用户之一,他们将在短期内投入第一批流片,希望成为亚利桑那州的重要用户。 他想,他们会继续把地域多样性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AMD所有的关键产品,包括CPU、GPU、DPU和FPGA,统统都由台积电制造。 台积电Fib21厂于2021年4月开始一期建设,并希望在2024年初开始生产晶片。 然而,由于设备嵌入延迟,台积电不得不改变了计划,目前预计将在2025年开始生产。 这一延迟对台积电美国客户的影响仍不确定。 理论上,台积电可以将苹果、AMD和辉达等美国公司的订单转移到其台湾晶圆厂。 这些晶圆厂可以大批量生产无奈米级晶片,如N5N5P、N4N4P和N4X等先进节点。 然而,有人担心,这些台湾晶圆厂2024年可能会订单爆满,让台积电更难按计划出生产所有产品。 此外,像AMD和辉达这样的公司可能签订了协议,在国内为美国政府生产某些产品, 而长达一年的延迟可能会违反此类合同。 虽然这种情况增加了AMD的风险,但该公司仍保持乐观,并没有表示是否有B计划。 苏兹峰补充说,他认为他们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因此他认为这是他们的核心优势之一。 在先进技术方面,台积电一直是他们出色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在戏方面还是在封装方面,他们都非常重视这种关系。 另外,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上旬报道,台积电董事长回应担心美国厂缺工问题时表示, 不管在哪他都不担心,上个月刚从亚利桑纳州回来,看到很巨大的进展,相信会成功。 尤德因说,Arizona三年前开始,是他们第一个海外测试的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台积第一次在海外盖大规模的厂,对当地社区来说也是考验。 尤德因此前在台积电7月下旬的法说会上透露,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目前进入处理和安装最先进及精密设备的关键阶段。 然而,他们正遇到一些挑战,能在半导体设施中熟练的安装设备的专业人员数量不足。 公司正在努力改善此一情况,包括从台湾调派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人员,以在短时间内培训当地技术员工。 预期量产时程将有原定的2024年底延至2025年。 然而,台积电在调派工人时却遭到当地工会反对,认为台积电是利用进度延迟当借口,想引进可支付较低薪资的外籍劳工。 对此,台积电回应称,没有用外籍工作人员取代当地工作人员,并且持续优先考虑在亚利桑那州聘用当地人员。 目前,供应商针对电力、板金和焊接等职务,持续招募当地施工人员。 有趣的是,在此背景之下,近日英特尔执行长纪辛格在德意志银行技术会议,Deutsche Bank's 2023 Technology Conference上,谈到了英特尔的产品路线和技术演技。 根据会场的录音转文字内容,基辛格在会上说,台积电已建立了市场,他们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他很清楚他们的晶元成本,晶元平均销售价格,他们向其N5客户、N3客户展示的N2预算。 他们知道,目标是什么。 他还回到了德意志银行方面的会议主之人,Ross Seymour的提问。 当时这样说,他的设计团队,现在在做出产品决策时,正在通过与台积电价格相当的晶元价格,来审视他们的产品决策。 他们正在做出不同的设计决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根据晶元价格,而是晶元成本来做出这些决策。 他们之前在不同的市场价格点上使用过于昂贵的技术。 因此,他们采用了糟糕的经济模型来呈现成本,而不是市场价格,从而造成了固有的低效率。 他们现在正在向内部设计团队收取晶元加速和新产品推出的费用,就像台积电一样。 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变,他们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充分实现所有好处。 这是他们今年所说的30亿美元成本节约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节约将达到80亿至100亿美元。 这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关键方面,因为他们将推动所有业务部门的发展。 就那个经济模型来说,你为什么不能像AMD一样优秀,对吧? 所以,他可以作为法官和陪审团对设计部门的一些权衡进行评判。 目前,英特尔代工部门越来越独立。 但如果该部门和本身是台积电客户的英特尔设计部门共享台积电代工数据,再加上基辛格声称知道台积电的晶圆成本,这是否违反了保密协议? 知名半导体网络论坛Samu VT的一名资深用户就此问题发表观点,通过听基辛格的谈话。 在他看来,英特尔产品设计部门,作为台积电的客户正在与英特尔代工服务,即台积电的竞争对手共享机密的台积电讯息必如定价。 台积电可能不会因此起诉英特尔。 但从长远来看,这将对英特尔造成很大伤害。 代工厂和无精元厂公司之间的信任和保密,是台积电、苹果、高通、徽达、AMD、博通和联发科繁荣的部分原因。 另一方面,潜在的IFS客户会非常担心,IFS会不经意间向英特尔产品部门泄露多少机密讯息。 参与讨论者一致认为,英特尔执行长的发言很有问题,会引发法律风险。 不过,Semi-Witty的主编Daniel Nanny打远场说,可以向您保证,台积电不会直接向英特尔透露这些类型的成本数字。 这是因为,英特尔执行长提到的讯息可以通过第三方轻松获得。 现在隶属于Tech Insights的Starton Jones靠作这种类型的成本建模为生。 Starton和他多次比较了成本数字,他发现他的数字非常准确。 他敢打赌英特尔是从Starton那里得到的。 但是,正如他之前提到的,唤醒台积电是不明智的,而这种言论正是这样做的。 张忠谋可能已经给了英特尔此类新闻的通行证,但魏哲家绝对不会。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